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点进我的视频 我是老李 之前咱们做过 iMac 2020款 16G内存 32G内存 64G内存之间的性能比较 由于自然条件原因和财务状况原因 我始终没能做一个神秘容量的比较 今天我想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尝试 跟大家分享一下感受 非常抱歉 我今天只能用我身后的这一台电脑来给大家演示 我会用现在的操作和8G内存的时候的操作做比较 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高配置的iMac在苹果订货需要4到5周才能到货 是一个非常缺货的状态 可见这个时代的Intel的CPU是非常非常紧缺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看我视频的小伙伴 可能也都没有多少是期望着老李做一个非常严谨和详实的数据分析 最近我在下面看到很多留言 很多人问我说老李你这个时事评论部分需要加强 还有就是你这个个人改想谁想这部分 时间看起来有点短 那看来老李我想改邪归正这条路 已经被你们这些热心的网友赌的是死死的 好吧 那我今天我就还是尽可能的做一个严谨的演示 但是能严谨到什么程度 我也是尽我最大所能 事先跟大家公布一下 我要加的这个内存是多少呢 是这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容量 是这个12 如果说你感兴趣我是怎么加的 一定一定不要退出这个视频 那咱们开始 好 这个内存我已经加好了 我通过这个后边的这个8G 我就加了前面的这个12G 成功的使这个成为了128G 可能有很多网友不理解 你看我给大家用PPT来说明一下 开始呢是这个8G 然后我加上了这个12G 我把这个去掉 对不对 就变成了这个128G 好 那你们一定会说老李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我跟你说还真不是 这里边还暗含着一个故事 咱们一会儿这个有时间 我再给大家把这个故事分享一下 好 咱们来做一下这个性能的一个测试 那现在咱们做几个测试啊 我先用这个Geekbench 风扇开始加快转速了 好 这是分数 那我再试一下 Cinebench Cinebench的影响应该不是特别大 Cinebench主要是靠CPU的浮点运算 可能是那种渲染以及视频生成 像这类软件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 那老李我实在是水平有限 我居然连这个AE都不会使用 苹果官网还有一个软件叫MetLab 那个一个工程运算的一个软件 那咱们一会儿用另外一个图形化的一个软件 再代替 好 这是分值的比较 这个影片我输出过了 也就是在我的桌面 那我现在我再把它再重新输出一遍 那我就生成都是按默认的选项 这个生成以后要15个Geekbench左右 名就叫这个 好 补充出 这个地方有进度 这个128G照比之前的8个Geekbench 它们两个性能对比好像也并不是特别差距大 这个塑料膜里接掉不然一个是影响反光 还有里边那个喇叭里传出的那种鬼叫声哈 影响散热也不会不会很快 好 这个完成了 好 那我再挑一个我会的 我就用Photoshop 生成一个三个多G的图片文件 然后做一个渐变 再做一个液化的这么一个处理 我先点新建 这是我之前见过的3.69G 好 我还是拉渐变 我只会这个 所以我从左上到右下 我刚才也是做的这样一个操作 大家看渐变是非常明显的 我再做一个液化 大概四分之一 这一个也就不不严格要求自己了 液化 这个也是很费内存的一个操作 据说是 那对比之前也并没有快多少 之前我是走到这我就取消掉了 这个我也不想再撤了 因为它看起来没有太多的 变化 看来这个操作和内存的关系并不是很大 可能还是主要是由GPU来负责这部分的操作吧 还有一个是苹果自带的科学运算软件 我在这打开 我随便选取一个默认的 我从事例这里边选择Parametric曲线 然后现在是128G内存 我看看我放大的时候 它会不会很快出来 好像还可以拖动一下 这个差别跟之前的也并不大 这个软件很奇怪 咱们在这里边找的任何一个3D效果 它反而是很快的 我们把这个放大 任何一个放大操作 它都是很快就响应了 比如说我再重新打开一个 这个都是挺快的 而且我的旋转也很快 说明这个在8G内存下也很快 说明这一部分操作还是主要依靠GPU 那近些年来的这些电脑 可能GPU在电脑的运程当中 起到更主导的一些作用 那关于评测这部分 老李我就只能分享到这了 因为实在是水平有限 这几个软件 我没有一个用着专业的 那我就想用余下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段时间我碰到的一些人 以及一些有趣的事 有一位朋友 他跟我认识有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 他从我们公司订购了一个高配的iMac 他就是要把内存加到最高最满 后来我就给他建议 我是咱们可以加第三方的内存 再后来就是由于各种产业链上的供货不足 32G的内存有一段时间就缺货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32G的内存暂时没有 你不行 你就先对付一段时间 他很轻快的跟我说 32G内存没有 没事 你给我加64G一条的 64G一条 他说你给我加256G 当时我听着 我就震惊以后 我就马上我就提醒他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我说咱们的手机是64G 256G 512G 这个是存储容量 这个是存储容量 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是内存 所以我试图是通过这种方式告诉他 我说咱们现在用的iPhone 总的存储容量仅仅只有128G 256G 512G 我就试图告诉他这个内存那么大 是一个非常高 很不可想象的这么一个范围 但是他完全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后来我就给他看了一下官方的这个参数 官方的这个参数最高 就是128G的内存 128G的内存在官方购买 已经是需要19500块钱了 换句话说 这个19500块钱 可以再买一个这样的一个高配的 iMac还有余副 从他那儿送了电脑回来以后 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 我感慨了一下 我感慨了一下 就是这个苹果的这个产品 增加了使用设备的这个群体的鄙视链 你也知道 像苹果的那个Mac Pro 那个如果说你买双显示器 再买上机箱 你可以配置到40几万 那40几万这个价格那就比较离谱了 很多人是塞一些自己买的这个宝马 还是塞的一些这个买的一些豪宅 但是在咱们这个大陆这个朋友圈里 还很少有人塞这个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艺术家 之前他就是很 看不上买那个几千几万块的那个经济型轿车 他说他买车一定是要买一个豪华型的 然后他还看不上这个BAT 他一定要买类似于卡德拉克 什么这个保斯捷这种 或者是那种美国的那种鸡肉车 那个野马什么的 等他没钱都没攒够 这个北京就限购了 然后他也买买不了 后来他就一气之下 我觉得他可能是有一种 对于消费上的有一种报复性消费 他就买了这么一套 这个Mac Pro 然后这个花了十几万 他说这个是本来是准备买车的 车的钱也没攒够 最后买了一个生产设备 那这个故事就分享到这儿 还有一个这个12G内存是怎么来的呢 我不是从那个比试链那个朋友那儿 回来以后呢 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 也有很多人呢 参与和我热烈的讨论了一下 也有一些人呢 也探讨了一下关于性能之间的一个比较 总体来说 今年的经济状况实际上是不怎么好 但是也有一些行业挺好的 这个咱也就不细说了 那有一些行业 他们可能是准备在12月和明年的1月底 把所有的工作结束掉 有很多人就觉得这个设备有点不太行 那有这样一个朋友 他恰巧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公司啊 可能他手头的活比较紧 然后他也比较着急 他给我的公司打电话订购设备 他就跟我说 我怀疑可能他跟我谈话的过程当中 突然可能碰到周围的同事的这个目视啊 还是什么原因 他就跟我说说 老李你给我配这个电脑是那个什么什么配置 然后谈到内存的时候 突然他跟我说这样一个话 他说你给我加这个12G 我说12G怎么加呢 后来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把这个8之前加12 加的加那么多G 这个我就当时我就瞄懂了 后来呢 他就再次见面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说有几个部门在一个公司里 之前那些公司 之前那些部门呢 也是一些赚钱的部门 但是由于这个产业调整呢 或者一些其他原因 很多同事都在边上看着呢 他们要增加设备呢 这个也是为了逼不得已 但是呢 你要知道你加这么多内存 如果你在官方买 你相当于是买一个电脑的钱 那很多部门 他们可能获不到 获得不了这么一个好的一个批复 他们的设备 甚至还是比较低水平的 有很多人 他那个电脑的显示屏都不到20寸 而且还是那种方的那种PC机 他说你说这个1万多块钱的 这个可以买一个主的电脑 所以这个时候呢 说话要这个相对来说 小心一点 照顾一下边上的这个同事的情绪啊 他说这个边上那个主呢 有两个同事之前住在蛋壳公寓 已经是受过一次伤了 现在说就是 在这个增加设备的时候 考虑一下这些人的感受 这是一位情商比较高的部门负责人 这位哥们也这句话说出口呢 也让我感觉到很钦佩 就是他对周围的人有这么一种情绪上的一个照顾 这个是很难得的 像老李我经常是干临时工工作 也会碰到这么一类部门经理 有的时候第一次去 这里边我说的这个部门经理 不止包括国内的这些小的企业 还包括一些大企业 甚至包括像奥迪和奔驰这个量级的公司 有的时候周围临时工刚去一家公司 可能是一个短期的工作 那部门经理为了拉近跟你的关系呢 也是为了表现自己在这个公司很有话语权 基本上我也经常听到这类的话 说这个老李你来我们这儿 你想怎么干怎么干 谁难为你我就收拾他 这句话其实我听过很多次 那说这种话的人呢 大概率就是说你出了乱子 他根本就不会管他也没有能力管 所以年轻的朋友不要信这句话 如果你初次面试去一家公司 或者就职去一家公司 如果你的部门经理说出这样的话 大概率他是一个非常情 他是一个情商非常低的一个家伙 在一个公司里 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的同事都看作敌人 你想想你把所有的部门都看作敌人 那首先来说你肯定是不懂协作的这么一个人 这就好比是我们这个国家 跟所有西方为敌 美国是敌人 英国是敌人 澳大利亚是敌人 甚至这个发展的比较快的 这个印度兄弟也成为了敌人 可能未来几年 我预测这个越南可能也会成为我们的敌人 因为这个产业链不是不断迁出到越南吗 所以我劝就是这些年轻的朋友 如果你们去一家公司 如果你的部门经理是这样一种跟你掏心 就是这种括号的这种掏心窝着 说这种话 你一定要小心 这家伙很可能是一个情商比较低 在这家公司和别人相处不好的这么一个角色 所以你要留心 那好吧 今天的内容就这么多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那么点意思 别忘了转发和点赞 拜拜